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弗雷德·考夫曼的《清醒如何用价值观创造价值》 本书作者弗雷德·考夫曼 拥有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清醒如何用价值观创造价值》 是作者15年来在美国、欧洲、南美各地 与许多企业领导者一起努力的成果 书中的内容在真实世界经历过数千位领导者的检验 包括微软、雅虎、思科、谷歌、通用汽车 克莱斯勒、花旗银行、联合利华等 这本书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学习如何创建一个清醒的企业并走向成功 你是一个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的人吗?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谈话是否具有建设性 为人处事也能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吗? 请再问问自己 工作中也能保持清醒吗? 在合约谈判时是否也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呢? 你与员工之间的谈话 也像与孩子之间的谈话一样具有建设性吗? 在如今快节奏的商业世界里 保持清醒是成功的关键 怎样才能让企业保持清醒呢? 本文将会告诉你如何通过价值观来创造企业价值 在书中你会了解到 在企业中平衡它、我们和我三者之间关系有什么好处? 如何通过有建设性的谈判解决冲突? 怎样判断自己是玩家还是受害者? 清醒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 在《从优秀到卓越艺术》中 作者吉姆·克林斯告诉我们 成功的企业并不仅仅追求财富上的成功 因为它们同时也在追求更高的价值 价值观如何打造成功的企业呢? 大部分成功企业的动力来源于清醒的员工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知道如何在不影响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下 进行建设性的沟通 相反 不清醒的员工总是将问题归咎于他人 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他们损害企业利益 没有自我认知 为人处事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所以企业管理者应该优先聘请清醒的员工 要想建立一个真正清醒的企业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你还需要平衡企业内部的 非个人、人际关系和个人这三个维度 非个人指的是代表物质的它 比如股东价值观、企业生产力 以及其他任何业务必须的技能 人际关系指的是我们 或者企业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 个人指的是我 涉及到独立个体 在追求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过程中 所产生的幸福感和欲望 可是大多数企业管理者 并没有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而是把精力全都放在了非物质的它上面 也就是企业的客观因素 当企业忽视了人际关系和个人等人文因素时 业务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企业是成功还是失败 就只能靠管理者任意发挥了 在清醒的企业里 这三种维度之间是和谐发展的 那么如何以和谐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 打造成功的企业呢 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要建立清醒的企业 第一步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工作中出现问题时 你会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责怪别人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你是时候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一般来说 职场上有两种人 玩家和受害者 玩家通过实际行动和承担责任来建立自尊心 玩家知道自己不是万能的 明白有许多事情都是个人无法控制的 所以玩家的目的是 只关注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 受害者总是责备他人 欺骗自己 认为自己做得很完美 这种情况在商业界很常见 在企业之中 首席执行官和经理 往往会将失败的因素归咎于外部原因 却很少反思自己的不足 比如有一位销售经理 名叫埃斯特班 手下带有一个销售团队 突然他发现人事部门 在没有咨询他的情况下 就提前安排了员工休假 而接下来 马上就要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月季 他将面临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 埃斯特班非常愤怒 他坚持认为这是人事部门的问题 而不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做 最终的后果需要埃斯特班来承担 虽然问题不是因他而起 但他的确是需要负责任的人 他原本可以采取行动 自己解决问题 而不是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怨天尤人 怎样从受害者转变成玩家呢 可以从使用玩家的用语开始 比如不要说我感觉没希望了 应该说我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同样遇到问题也不要沮丧 不要说我不得不离开 而是说我准备离开 通过这种方法 你会意识到自己对周围事情的责任感 这才是一个玩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保持正直的品质 重视过程而非结果 小孩子做事情只是单纯为了好玩 不会去考虑要实现什么目标或者成就 等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再这样无忧无虑 成年人总是过于关注事情的结果 忽略事情的过程 曾经有一项调查 让参与者说出他们崇拜的人 他们的回答并不是有名 有权或者有才有貌的人 也就是说 这些参与者所崇拜的人 并不具备西方文化中所谓的成功的属性 虽然这些属性对我们来说不太重要 但我们依旧很在意这些属性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错误地关心结果 而不是过程 什么是过程呢 运动员输了比赛 但他仍然努力坚持到最后 这就是过程 我们很少赞美这种努力 其实我们应该赞美它 不 确切说我们必须赞美它 当你为了自己心中坚定的信念 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获得的就不只是成功 甚至会超越成功 如果只是在意结果 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要想成功 你必须坚持内心深处的价值观 有一些事情 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 这说明你做事并不仅仅是为了结果 同时这也反映出你的价值观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不会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原则 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 巴黎是某家汽车工厂的经理 他管理着一个组装团队 他们使用的设备是另外一家工厂生产的 有一天 团队成员发现他们使用的设备有问题 于是团队人员就找到这家厂商的经理 可是作为经理对这件事情默不关心 于是巴黎的团队继续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从过程角度来看 这个团队已经成功了 他们的收获甚至超越了成功 因为他们没有违背自己的价值观 制造不合格的汽车 反之他们保持了自己正直的品质 继续寻找改进的办法 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 我们应该接受 尊重 了解这些差异 如果你的同事与你的意见不一样 你会感到沮丧吗 虽然这种事情很难接受 但是每个人对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 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曾经做过一个 关于视角的经典实验 他给孩子们分发了几块木板 一面砌成绿色 另一面砌成红色 皮亚杰拿起一块木板 红色的一面朝向自己 绿色的一面朝向孩子 他问孩子们看到的是什么颜色 孩子们回答是绿色 然后他让孩子们回答他自己看到的是什么颜色 五岁以下的孩子说是绿色 岁数大一点的孩子说是红色 由此可知 岁数大一点的孩子在发展过程中 已经到达了可以改变视角的阶段 他们可以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世界 有时候我们就像年幼的小孩一样 总是容易忘记自己的观点是主观的 片面的 或许这就是企业组织之中冲突的来源 对此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我们的目标是发展本体的谦逊 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认同他人的观点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人们有不同的观点和表现方式 别人的方法与你的不同 并不意味着他带来的价值就比你的少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和尊重这些文化差异 就会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 甚至造成更坏的后果 1996年华尔街日报进行了一项管理研究 结果发现在大多数企业之中 最主要的问题是经营风格 沟通客户关系等方面的文化差异 说出你的想法和谈话对象 建立共同点 人们许多谈话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只不过是重叠的对白 这一点很悲哀 但却是事实 我们说的话往往文不对题 也很少认真倾听对方到底在说什么 双方的谈话没有效果 齐心协力就更加不可能 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谈话技巧呢 每一段谈话都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任务和问题 第二层是谈话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情感纽带 第三层是自我 也就是每一个谈话者的身份和自尊程度 在与别人进行对话时 你可能会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感受到威胁 尤其是在自我层面上 一旦这种威胁感产生 你就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形象而退缩 或者表现得过于自信 当然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 但是这种反应会导致你不敢质疑自己的观点 或者了解别人的想法 另外这种自我防御机制与良好的沟通是互相排斥的 要想让谈话有成效 就必须与对方建立共同基础 表达出你真正的意愿 也就是说 寻找共同点 准确地表达自己 才能与对方建立有效的沟通 比如 你与某位员工意见不一致 双方要想达成有效的沟通 需要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阐述问题 这样 你就可以尝试通过公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另外一个技巧是用事实说话 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更容易地与对方建立共同点 现在我们来比较两句话 第一句是 我们的客服太差劲了 另一句是 上个月在所有来电中 只有20%的电话 是在三分钟之内接听的 第二句就是事实性的 清楚的 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 以这句话为起点 就可以展开富有成效的谈话 通过建设性的协商 妥善处理冲突 不要否认或避免冲突 你认为冲突会让企业成长吗 应该不会有人认同这个观点 如果冲突处理不好 就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后果 可是许多企业处理冲突的方法 都有严重的缺陷 比如 否认就是一个很失败的方法 否认就好像是爬山时闭上眼睛 假装看不到悬崖 这样就看不到危险了 其实这样的危险更大 公司管理层总是告诉自己说 员工们在一起工作得很好 实际上 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 流言蜚语 已经让公司几乎瘫 另外一种常见的错误方法是逃避 逃避不是假装问题不存在 而是承认问题的存在 但是拒绝解决问题 这样的管理者意识到 员工冲突已经造成了工作进度放缓 并且在团队中形成了有害的氛围 可是他们没有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 只是简单的回避问题 这两种错误的方法 都是源自于同一种错误的假设 就是任何方案都会有赢家和输家 或者干脆着衷妥协 选择没有任何人喜欢的结果 人们往往认为妥协是一件好事 可是妥协就意味着 谁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种观点认为 人们没有必要去尝试解决冲突 因为无论结果怎样 总会有一部分人失望 可是如果你积极参与建设性的谈判 或许就可以妥善地解决冲突 建设性的谈判实现了新的可能性 鼓励人们少一些竞争 多一些合作 这也是互相学习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互相学习的基础 也就不可能进行建设性的谈判了 要经营成功的 清醒的企业 就要学会控制情绪 一个人可以同时又理性又感性 这两种状态并不是互相独立的 没有情感的指引 人的理性思维就会崩溃 但是我们也知道 感性很容易把事情搞砸 所以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情绪管理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最重要的两个方法是 自我意识和自我接纳 自我意识指的是 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意识水平 当你说我感觉很害怕的时候 并不是你所有的意识都在害怕 在你的意识之中 还有一小部分正在观察你的恐惧 当你意识到这种观察的存在 你就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可以跳出自己来客观地观察 避免冲动形式 你可以通过情绪管理 成为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人 自我意识也包括 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观点 你不能带着情绪来看待世界 而是要学会独立客观地 审视自己的情绪 自我接纳是指 你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感受 你只能改变自己的行为 还有另外一种能力 也可以帮助你控制情绪 就是宽恕 宽恕不是要你假装一切都很好 也不是让你站在神的角度 看待问题 相反 宽恕只是让你释放愤怒 腾出心理空间 做出积极的改变 清醒的企业里 充满了有团队意识 和有自我意识的员工 有一次 本书的作者和他的儿子 玩拼子游戏 结果他输给了他的儿子 然后他就突然很惊讶地发现 如果你很关爱你的对手 即使失败了 也甘之如頤 于是作者接着思考 如果商业活动也遵循这样的原则 世界会怎么样呢 一般来说 人类的关心是分阶段发展的 第一阶段是自我主义 在这个阶段 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幸福 第二个阶段是民族主义 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 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幸福 也开始关心他人 第三个阶段是世界主义 人们不只关心自己的社会成员 还关心世界上所有的人 研究结果显示 只有15%的成年人 达到了这个阶段 还有更少一部分人达到了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精神主义的层面 在他们看来 所有的竞争都是一种合作 别人的反对 是让你脱颖而出的机会 全世界的人只有0.5% 达到了意识的最高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 人们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一场游戏 不是为了赢 而是为了玩 这才是商业真正的目标 虽然人们仍然需要赚钱 实现营业目标 但是最终目的 应该是发展和表达意识的最高境界 当你成功组建了富有责任感 正直并且有正确价值观的团队 你就超越了一般的竞争对手 创建了一个真正清醒的企业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书中的主要内容 在商业活动中 通过打造正确的个人价值观 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盈利的企业 为周围的人带来福祉 并塑造他们正直的品格 好了 弗雷德考夫曼的清醒 如何用价值观创造价值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